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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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酒散 各位茶雷 在半个月之前 我发布过一段影片 教大家一些广东话的日常用语 虽然很多人看完以后都感谢我 让他们跟香港朋友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但同时也有一些人说我这样讲脏话会叫坏小孩 我仔细想了一下 真的是有点惭愧 万一我的影片毁了他们的童年 那该怎么办呢? 为了国家的幼苗还有社会未来的栋梁 我决定今天再拍一部影片教大家一些 绝对不能学的广东脏话 除了纠正一下上一段影片的玩笑以外 也希望大家可以借着看这段影片 努力学习成为一个更有礼貌的人 那我们开始吧 广东脏话有基本的五大个字 它们分别是 所谓的脏话总是离不开心 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指性器官 而除了嗨是指女性的性器官以外 其他都是指男性的性器官 其中 这个字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常用到的 因为它可以应用的范畴真的是非常多 无论是我们在开心、伤心、生气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情绪下我们都可以用得上 用假的可能比较抽象 那我来示范一下好了 因为 因为的意思就是国语里面的干 所以我相信两地的用法应该都差不多 台湾人你们应该也是这样吧 而五大个字的另外四个字 它们虽然不像瓶一样可以单独使用 可是它们可以自由创插在不同的具体之间 也是非常的强劲有力 比如说当我们觉得一个人麻烦的时候 我们会说他麻烦 当他真的很麻烦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他麻烦 当他真的烦到不行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他麻烦惨 当他真的超级麻烦 麻烦到你想把它做成烧波块埋在海边的时候 我们就会说他麻烦惨高法 光是脏话都比原本要说的话还要长 当然他们不光是在骂人的时候可以用 在我们要称赞别人的时候也可以用得上 比如说 MKM会这好人脏钱 好 知道绝对不能学的基本脏话以后呢 那如果我们要跟香港人沟通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什么呢 接下来我就会教大家几个例子 如果用其他的词语代替脏话 让大家变得更有理和谐 当我们遇到一些没有大脑 蠢到没救的人 我们就会说他 ONGAU 但因为ONGAU 不论是写出来或是打字出来都太麻烦了 所以我们香港人通常都会用ONGAU 来代替 也就是你们在打游戏的时候 尤其是香港人快要输掉的时候 常常都会看见的一个词语 但ONGAU真的是太难听了 身为一个有礼貌的人 我们可以用ONGAU 也就是对不起来代替 比如说当你打电动遇到助队友 看你频频输掉时 我们可以说ONGAU ONGAU 就像我之前提及一样 ONGAU就是男性的性器官 所以ONGAU就是指 讲得像羊具一样丑的人 但ONGAU这个字真的是太恶毒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ONGAU ONGAU来代替 ONGAU就是漂亮的意思 不管是风景、人、物件 只要是漂亮的 我们都可以用HOLAND来形容它 那我们要怎么在日常生活中用到它呢? 比如说当你走在路上被行李撞到时 可以说 女仔不好意思了 有没有撞到你? 千万不要说 在这里啊 男人 POKAY就像它的字面意思一样 意思就是 酷倒在街上 原因是 就骂别人酷在地上死去 或是横式街头 但我们现在通常都把它用作名词 意思大概就是混蛋 也是我们香港人最常用到的语气助词 但POKAY这个字真的是太难听了 所以我们可以用 朋友、兄弟、发达 来代替这个词语 让我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和谐 比如说当老板要你加班 当没有加班费 要你共度时间时 我们可以说 嗯 生活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老板就像我的兄弟、朋友那样 我一定会努力的了 千万不要说 你这屁股差三千多多钱才能吃完啊 毒人也就是肥仔 毒的意思就是仔 它也可以当作使用词来用 比如说 你好毒啊 也就是说你好宅 毒都失败 也就是说宅到炸掉 如果要用在日常聚集中的话就是 查理这个毒人唱几个字一个 真是好可怜 吹咩跟打我笨 一样都有欠揪挑衅的感觉 当你想要让对方生气的时候就可以用得上 是不给你吃啊 吹咩?打我一笨 粉腸是一个很有趣的词语 一种好吃的香港点心 倒过来以后就变成了骂人的话 意思大概就是你是个混蛋 我的猫每天都咬在我的轰飞上 整了粉腸 有你浪漫的意思就是 这次不用解释了吧 其实香港不能学的日常用语 真的是多到讲也讲不完 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 教大家一些最恶劣最难听的词语 让大家知道有哪些词语是绝对不能学的 相信大家知道它的意思有多恶劣以后 你就知道 对着香港人你该说什么了吧 那希望大家看完这段影片以后 会有所收获 那我们一起努力的成为一个更有礼貌的人吧 来到球头 3 2 1 Action 看着我男人 有声 不用停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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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3 2 1 Action 看着我男人 再来3 2 1开始 看着我男人 他还说拍影片是怎么够的